好 我们看下面 济世赋予周公 这应该不是周公治理作业那个周公 而是周公的子孙封在鲁国做国君 所以国君也是公 所以这个周公讲的是鲁国的国君 而求也 染求孔子的弟子 为之聚恋而赋予之 祭祀是家臣 所以各位同学 一旦是家臣执掌大权 他想的就是自己的门派 家族的利益 而不是国家的利益 国家就会有问题 这个问题 法家就是要直接面对 所以法家是要 我用三个字叫管坏人的哲学 言行仲法 法术士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他所面对的问题 以及他所提出来的方法 实际上这些方法呢 儒家也会用 儒家也会同意 连做法 韩非子书中就有 王阳明在打仗 在杀盗匪的时候 破盗匪的时候 破山中贼的时候 那个村民百姓 就是要连做法 打仗的时候 自己的士兵往后退 自己的将军呢 就要执行军法 后退者斩 所以法家的观念 在碰到这种问题发生的时候 儒者就会使用这些方法 所以我们要头脑清楚 不是儒家批评法家 法家批评儒家 儒家批评法家的地方就是对 或法家批评儒家的地方就是对 恐怕都是错的 我几乎有一个公式 各个学派讲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都是对的 批评别的学派的东西的时候 都是错的 只因为他只意识到 自己的问题意识 没有意识到什么 别人的问题意识 好 这个孔子很不高兴 既是家承做这样的事情 富裕了自己 损害了百姓 非无土也 小子鸣鼓而公之可也 鸣鼓而公之 就在微信上公开批评他 这样子 好 这个孔子很否定反对这样的事情 孔子然问 众有染囚可谓大臣 于 你的这两个学生 可以算大臣吗 我以子为义之问 增有与求之 问 表示什么 我以为你会问我 更难的问题 更高层次的问题 我以为你要问我 我心中的理想是什么 当然很有可能 我说完以后 你就 不认同 然后 距我于千里之外 反正你没有问到 我心中最想讲的问题 反而是问我两个学生的表现怎么样 所谓大臣 我也姑且回答 以道是君 不可则止 以道是君 我做的事情 是我的良知跟我的专业认为对的事情 我才是君 如果不能够的话 我就会怎么样 辞官 就不做了 今 由与求也 可谓 聚成 他们有能力 但是在这个事情上 我觉得他们做的也还不够好 要么自己辞官 要么能够遏止 国君 做不好的公共政策 我能够把它挡下来 不然那就是我自己辞官 那显然 有与求 有没有做到 不让国君 做 与百姓无力的事情 甚至有害的事情 显然是没有做到 所以孔子认为 不足以称为大臣 但毕竟是有才华 有才干 有能力的臣子 然者 从之者余 不可则止 如果止不下来 从之者余 就是这样 我要追求我的理想 如果你做的事情 不符合理想 我把你挡下来 再挡不下来 孟子就讲了 那我就自己辞官 那孔子事实上也是这样 那如果挡不下来 季子然问说 从之者余 那会跟着做吗 事实上 这个问题 孔子的答案是 看情形 但关键的 是父与君 亦不从也 什么意思呢 这些权臣 甚至把自己的国君给杀了 自己做了国君 那么 孔子的弟子 会不会跟随这样的权臣 继续做大官呢 孔子说 不从 不会的 孔子然就问 如果 领导者 全程 要你的学生 跟随他做 他要做的事情 可能不符合 你的学生 在你这里所学习到的 公共政策的 理想的事情 那你的学生会 听话吗 因为孔子自己把那个姿态 摆出来 是你要听我的 不是我要听你的 以道士君 这个姿态 摆得更强烈的是谁 孟子 所以 如者都是 面对统治者 是什么 是你要听我的 我是不做统治者 但你要听我的 不做统治者的意思 是什么 君王之位 最大的权力 我没有觊觎之心 我就是要来治 所以你给我权力 我就帮你把国家治理好 我绝对忠于你 忠于你 就是帮你把你的国家治理好 帮你把你的国家治理好 就是帮你把你的百姓照顾好 当你能做到 把百姓照顾好 天下就会是你的 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 尽管放心 交给我 放手去做 君士臣 使臣以礼 臣是君以众 但是你要对待我 要有礼貌 各位的 这个礼貌非常重要 领导者对大臣的礼貌 大臣是很敏感 不得已我留下来 可以的话 我一定走了 就这样 孔孟是什么呢 就是走了 只是后来呢 是不得已这样子 但这个礼貌呢 是非常重要 就是尊重大臣的政治理想 如果我们的理念不同 真正的大臣呢 会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 而冒言犯贱 就是犯言啊 然后冒死提出这个 劝告 甚至呢 起冲突 真正不行 那就算了 我自己辞官 所以季子然就问 那如果 我硬要做一些事情 你的这些学生 会顺从吗 当然要看什么事情 但是有一种事情 是绝对不会做的 事父与君 亦不从也 所以从这个简单的谈话 我们就可以分析得更清楚 儒者是什么性格 什么角色定位 对自我的角色扮演 他的定位是什么 这个定位 跟法家不一样 跟墨家也不一样 跟老子想的也不一样 我们这样才能够活读 先行诸子 他们的经典的智慧 活读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比照 我们现在的处境 是什么环境 什么位阶 所以应该用哪一套逻辑 子路使子高为壁载 子高可能年轻 还没学成这样子 子曰贼妇人之子 这不是害人家的小孩吗 子路认为他在拔着人才 认为子高可能品性很好 或者怎么样 所以早早让他做官 有名人宴 有社稷宴 那个地方还有很多 德高望重的老人家 会指导他 那个地方有他们社稷之神 也会帮助他 为什么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以后 才能够去教书呢 他一个大学生学位很好 书读得很好 就可以让他去教书啊 何必一定要老师 你定义的学成了以后 我才能够把着他做官呢 人才难得啊 我们要通全答辩了 子路把他的老师教育了一顿 所以老师你可不可以那么固执 老师听了气死了 但是一下找不出话来说 事故误夫拧着 觉得子路你讲话呢 太狡猾了 太耗辩了 讲了一大堆 适合你的理由 但肯定还是有不适合的理由 你就不讲 你光挑对你有利的那一面来讲 好 这件事情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 反正他们师徒两个人 对子高是否此时此刻适合做弊载 有了这个意见上的冲突 但我觉得好人把着 那这个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子路讲的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当然要看子高 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也有可能用错了 也有可能用对了 早早就用用对了 那不是大传吗 太早用了用错了 那是自己倒霉 好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 这有两段文字 都是我在台湾 应该是初中生的时候就读过了 我们就选过这段文字 子路争稀然有 宫西华试作 就裴老师坐在一起闲谈 老师说 我不过比你们年长一些 其他也没有什么 这个平常 你们都讲 不无知也 就是别人都不了解你 如获之耳 则何以栽 你平常讲 怀才不遇 社会没有用 那如果社会知道你们的才华 要用你们 那你们呢 能够做什么事情 自己说一说吧 反正是师生之间的闲聊天 子路 通常都是抢先发言 所以这个人是很可爱的 千胜之国 千辆兵车 的国家 涉乎大国之间 自己也不算小了 旁边有更大的国家 所以常常会有什么 会有危险 战争的危险 家之与失利 因之与积极 有敌国的威胁 有饥荒的威胁 如果由我来治理 三年 饥荒问题解决 士兵呢 有勇气 一知方言 能够知书达理 懂得 礼乐 教化 所以子路对自己的 治国的能力呢 自我 包养了一般 对自己的能力 怎么样 看得还算挺清楚 子路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呢 讲的是不是实话呢 各位同学 子路从来不讲假话 他应该就是有这个能力 讲的也是实话 夫子闪之 意思是 笑了一下 这个笑呢 就是不满意 那为什么不满意呢 其实孔子对子路 当然是满意的 对子路有这个能力 也当然是肯定的 唯一的不满意 只是 率而言之 只是 如果子路可以不说出来的话 老师会更满意 可是这里有一个矛盾 居则曰 不无知也 如获知耳 则何以哉 什么意思呢 同学们 说说你们 自己 以后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如果有人了解你的话 所以同学一 同学二就开始讲 老师我认为 我可以做到什么 讲了 老师笑他一下 求 而如何 方六七十 如五五六十 求也为之 比其三年 可使民族 就是七十五十的 五六十的 六七十的 这样一个面积 的地方 由我来主政 三年 直路也是三年 南丘也是三年 丰一足十 如其礼乐 以四君子 求的讲话里面 一方面 说明了自己的能力 展示了信心 二方面呢 谦虚了一下 如其礼乐 以四君子 如果孔子的弟子 至少就七十二贤 七十二贤 每个人都治理 一个小地方 那孔子有那么多的时间 一年到头 七十个地方 通通去 交礼乐吗 有吗 其实没有 所以孔子的弟子 都要能够怎么样 自己能够交礼乐 但是交礼乐 背后涉及到的是什么 三观 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 这个东西呢 孔子才讲得清楚 做事情的能力 老师的弟子都具备了 具体落实在一个 多大的面积的地方的治理 这些学生都具备了 但如果要教育 要讲课 学生认为自己还不具备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他们也具备了 可是他们知道 这个东西呢 它的最高境界怎么样 无法封定 信与天道 不可得而闻之也 境界太高 要真正达到最高的境界呢 还是要老师您亲自来 这话讲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得体 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 讲话就要这样讲 其实能不能呢 能 因为能了 我才敢讲 非冤能之 愿学冤 我只要学 我一定学得会 其实我已经会了 这只是讲话 尤其在孔子 这种老师面前讲话 你看弟子讲话多谨慎 拿向子路率而言之 怎么样 千胜之果 这样明白了吗 所以孔子 哼笑了一声这样子 其实问题只出在 态度而已 孔子的弟子 当然都是有能力的人 孔子当然希望 他的弟子 各个都成为政治家 而且也知道 他的弟子是有能力的 而且也是事实上 有能力的 只是讲话的口气 唯之难 言之能无忍乎 忍者 其言也忍 有没有 学生问老师 忍得 他说讲话要忍 忍就是 一副好像说不出来的样子 学生说 讲话一副 说不出话来的样子 就叫做 有人得之心吗 孔子说 唯之难 唯什么呢 建设社会 各位的 建设社会很容易吗 好的 公共政策的推出 落实很容易吗 不容易 唯之难 所以讲话 能不能客气一点 就是这样 非愿能治 愿学焉 就是怎么样 客气了一点 客气了一点 还有另外一学生 孔子叫他去一个地方做官 你看孔子自己会叫他去 当孔子自己有权利的时候 那个学生就说 我没有信心 我一定能够做得很好 我没有信心 我一定能够做得很好 但是呢 我愿意努力 其实他有能力 他也有充分的自信心 但是他这样讲 就是什么 其言也忍 宗庙之事 就管理典礼 管理流程 办活动 会同端章谱 愿为小巷烟 那我做一个 那我做一个 我做一个 指挥者 我很喜欢学这个东西 表示我在这一方面呢 可以做得很好 好 点 你怎么样呢 他在弹琴 就慢慢的 轻声音静下来 坑耳 最后一声 要把琴呢 色呢 放着 回答老师的问题 跟前面 三位 才子啊 想法都不一样 无伤啊 大家说说嘛 你说说看 牧村者 春福继承 贯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欲护仪 丰护五鱼 勇而归啊 春天的时候 穿着新衣 这个年纪大一点的 五六个 小一点的 六七个 反正都是青年青少年 在这个地方 洗澡 这样子 然后呢 跑到五鱼这个地方 吹吹风这样 五鱼风光明媚的地方 唱着歌而回啊 这段文字呢 我从初中的时候 就读过 然后呢 我在 三十五六岁的时候吧 就是已经在台湾 拿到博士学位了 服完兵役了 那么可以这个 来大陆旅游了 跟随我老爸 这个返乡探亲这样子 我老家在山东 周城市 所以就是孔子他们 这些地方 那是夏天 八月天很热 晚上的时候呢 我堂哥说 宝瑞我带你去洗澡 因为那个时候 大概198 1996年的时候 1996年的时候 农村里头 还没有什么洗澡的 根本没有洗澡的设备 我也没有想要洗澡 我带你去洗澡 然后就拿着衣服 走到田里面 就出现一条小溪这样子 其实水很清澈 而那个西下面的那个河床 就像水很浅了 那个河床呢 就像我们去海边的时候一样 那都是那种 一粒一粒的 所以就是不是烂泥巴 是很干净的那个水 就像在海边的那个 就像在海边 就像沾了那个海沙 就像干了 拨一拨就掉了 不是烂泥巴洗不干净 因为那个河床是很清澈的 河水是很干净的 果然可以在那里洗澡的 只是不习惯 光天化日之下 在水沟里面洗澡 我那一刻我就想到这句话 为什么可以在 在那个河里头洗澡 因为我在台湾 那个南方 那个河流都是 旁边都是泥泥的地方 那你怎么洗澡 越洗越脏 想到这句话 就觉得很亲切 好 勇而归 也就是说 争点 想的事情是什么 唱歌 跳舞 洗澡 那人家都要想治理国家 他想的是唱歌 跳舞 洗澡 孔老夫子竟然 溃然探约 无语典也 各位 这说明了什么 老师经历过一生的大风大浪 人际大了 心平气和 如果有机会 让他执政 你认为孔秋 愿不愿意去执政 愿不愿意 对 虽然他现在讲这句话 这样你就理解论语了 如果你说 孔秋不愿意执政 因为他讲了这句话 那你就理解错误了 是因为始终没有机会 始终没有机会 但就算他有机会执政 他执政的时候 想的是什么呢 金银财宝 酒色财气 不是的 是把天下治理好 百姓过着风衣足食的生活 幸福快乐的生活 然后心安理得 然后呢 想过着什么 小时候在农村 在家里过的那种生活 奶奶跟年轻人 唱着歌在河里头洗洗澡 吹吹风 跑到风景秀丽的地方 唱着歌回家 这是最愉快的生命的意境 能够有机会享受一下这种生活 该多好啊 无语典语 在一个意义上 看开了 看破了 放下了 治理天下的雄心壮志 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 那孔老夫子 这个时候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教育子弟 回到鲁国了 教育子弟 所以已经把那种想法 给放下 但是呢 理想 没有放下 还是在做 追求 政治理想的事情 事与有正 意识为正 稀奇为为正 笑乎 微笑 有于兄弟 所以他说 无语典也 既然那个理想 无法实现 那我还是要做 点有意义的事情 但就算那个理想 可以实现 也不代表 我在那个地方 要的是 外在的客观的 权势荣誉 所以沉浸在权力的 这个 饗宴里面 不是的 事情做好了 心安理得 心情愉快 我要过过我农村家乡 小时候的生活 在河边洗澡 唱着歌 玩玩水 吹吹风 回归平静的心境 三位才子 离开了 这个曾希 在后面还没有走 跟老师聊了一下 三子者之言何如 他们三位所说的话 您觉得情况怎么样呢 亦各 言其 智也 以 不过就是他们各自 说着他们自己的 志向 那您为何 笑呢 为国以礼 其言不让 事故审知 子路有没有 治国的能力呢 有的 是 子路在讲这个话的时候的那一个仪态和那一个口气 这个仪态和这个口气呢 一副当仁不让的样子 你实际上去治理国家的时候 你更多的时候你是不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你啥事也办不成 所以我笑他 那求 则非邦也余啊 那染求讲的话难道不是治国吗 是治国啊 安建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而非邦也者 小地方能治理好 大地方 也就能够治理好 所以他讲的也是治国 为赤则非邦也余呢 宗庙会同 能够主持这种盛大的典礼 非诸侯而合 所以他也是在想着官场上的角色 赤也为之小 孰能为之大 愿为小象 作为一个小小的司仪 问题是所有人都听司仪一个人的话 你做小的谁做大的呢 所以赤的理想也是很高的 所以孔子看清楚 他的弟子想的都是治国的理想 各位同学 孔子稀不希望他的弟子想的都是治国的理想呢 当然是希望的 因为这就是他自己的理想 只不过呢 这个语言的表达上 要谦让一言 刚一目呢 尽忍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这几个学生其实都是最优秀的 对学生的回答还不是很满意 唯一满意的是唱歌跳舞 吹风这样子 那如果不是唱歌跳舞吹风 那该怎么样回答 会让老师满意呢 我就想了这个问题 如果我在现场的话 那我就想 愿终生追随老师学习从圣之道 老师就会跟我讲说 哎 这怎么可以呢 时候到了 你就要出去服务啊 实现你的理想啊 懂吗 不要一辈子跟着我学 这样老师就会很高兴 明白吗 然后还会鼓励你 懂吗 要这样讲话 因为孔子就是这样的人嘛 你必须对这种 这样的方式来讲话 这样老师就会很满意 好 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子贡问政 族时 族兵 民信 怎么样才能把政治搞好 粮食充足 兵马充足 而且呢 国家 政府跟百姓 讲话守信用 子贡就问 不得已而去 于思三者和先 如果没办法 必须要取消一个的话 那要先取消哪一个呢 信 兵 使 去兵 各位的 你不用太担心 不是说战争的时候 你自己把自己的部队都给解散了 那立刻就被人家杀光光了 只是说 在军事军备支出的开销上 先减少这个 必不得已而去 必不得已而去 于思二者和先 十根细 那么 那么这个 用于 饮食的良度呢 简约一些 但是 答应的 承诺呢 是不能变功的 宁可简朴 紧缩 勒紧裤腰带 也不能欺骗百姓 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利 一个普通的人 如果他跟别人是 没有信赖关系的 没有信任关系的 那么 他是不可能 在社会上立足的 国家跟人民 政府跟百姓 如果彼此之间 没有一个信任 契约的话 这个结构 也是会崩溃的 所以说要 去实 自古皆有死 命无信不利 好 我要强调 不是在讲战争的时候 两军交政 就跟你说去兵 没那个事 君子讲话 不会愚蠢成这个样子 也不是不让百姓吃饭 紧缩一下 这两个都可以去 但是答应的事情 公共政策的规划 这个是不能改变的 否则政府跟人民 没有信赖 这样 所以呢 等于是在讲什么 治理国家的重点 军臣之间的一个 内部信任的关系先建立 然后呢 让大家呢 能够温饱 然后呢 再追求 军事力量的强大 这样就是一个施政的次第 那这样就很合理了 所以我们不要从战争的时期 孔子讲这个话 那不是很东轰吗 不是很傻吗 他也不是傻 所以他讲这个话 是在治理国家的次第上 做这样的强调 埃公问 孔子的弟子 哎呀 发生了饥荒 国库的使用 有点不够了 怎么办 孔子的弟子的回答 何策夫啊 为什么不减少税收 到变成十分之一 年纪用不足 表是什么 饥荒 收税收不到那么多 所以我年度预算 不够 结果 有若竟然说 那你降低税收 老板就说 十分之二我都不够用了 我现在收不到十分之二 你既然叫我只收十分之一 那我不是更不够用吗 对于百姓足 均属于不足 百姓不足 均属于足 日常生活 老百姓过得下去 这个国家 就不会有问题 日常生活 老百姓都过不下去 这个国家 必然有问题 收税收得少一点 年度预算 收税的目标达不到 你可以用你过去的 你可以改变预算 但是百姓交不出来 你硬逼着他交 搞得他日子过不下去 你以为你的国家 还能够维系得好吗 所以对于儒者而言 君王 永远都是 必须要照顾百姓的 大家现在想 这叫做圣人的理想 这是天下的通理 我要明确地告诉他 当你当了董事长的时候 你不会认为 你公司所有的钱 都要当薪水 发给你的员工 你是不会这样想的 作为一个员工 会认为 公司所有的成就 都应该 利益照顾到员工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想法 这不是老板的想法 老板的想法 就是一切资源是我的 我要控制好 不崩盘 不要被人家抢夺了 可是当老板的资源 被抢夺的时候 各位同学 老板固然没了 此时此刻 百姓怎么样 也陷于水火之中 所以儒者从来也不希望 老板的权力被抢 但儒者的发言 永远是百姓的利益为先 所以我说这是什么 知识分子的发言 百姓足均属于不足 百姓不足均属于足 知识分子 从人民需求的角度 提出国家政治的理想 论语里面 孔子和他的弟子 这一帮人 他们的思路都是这样子 齐景公问正 与孔子 对约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君要有君的样子 这个样子是什么呢 臣要有臣的样子 是什么呢 父亲的角色 子女的角色 是什么呢 搞清楚 准确扮演自己身份的角色 那不是天下太平了吗 一切都很和谐了吗 善哉 齐景公 同楼好 君不像君 臣不像臣 父不父子不子 那不是天下大乱了吗 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 虽有素 无得而实诛 虽然有粮食 我能够心安的 心平气和的 很安全的 吞咽得下吗 好 等于齐景公呢 完全接受了孔子的思路 言辞 想法 所以对于国君的角色 大臣的角色 在孟子就讲得更清楚 君王怎么样怎么样 大臣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讲得更清楚 在孔子论语里面呢 我们就要竖解一下 知道哪些是在讲君的 哪些是在讲臣的 后面有讲君的 但绝大部分都是在讲臣的 讲臣的就在讲君子 讲君子就在讲知识分子 讲知识分子 就是在讲像孔子自己 这样等了这一类人 遍延远可以择欲者 其有也于 子路无诉诺 从人家的 互相告发的言辞里面 能够准确地判断 事实的真相 子路有这个能力 而且呢 子路无诉诺 我答应你今天完成的事情 这件事情就不会睡觉 睡到明天还没完成 不会过了一夜还没完成 无诉诺 这说明了子路具备两种能力 第二种能力 守信用 第一种能力呢 聪明 所以各位同学 聪明很重要 那怎么样变聪明呢 反正我知道一个道理 懒惰虫 是不可能变聪明的 一定要勤劳 多闻 多见 多闻雀疑 多见雀淡 要勤劳 要努力做事 你才有可能变聪明 子路聪明 子路有守信用 听诵 无由人也 必也 始无送乎 各位同学 片岩可以折语 是不是听诵啊 子路很行 孔子呢 也很行 各位同学 你行不行 关键是什么 你直觉要知道 这两个一个 这两个人 哪一个是诚恳的 哪一个是在骗人的 各位同学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啊 知道人家 谁是诚恳的 谁是在骗人的 从他的肢体语言 从他的眼神 从他的声音的音调 从他的声音的节奏 从他的脸上的线条 从他脚子 有没有在抖 手有没有在转 这样子 你就要能够知道 他是在骗人 还是只是害怕紧张 还是他根本就 在骗人 大人不惨 这个就要有一种 智慧的直觉 这种智慧的直觉 来自于你自己的 心正 以及心平 同时也来自于你自己的 丰富的人生经验 但也要你自己心正 心平 你就能够具备 这种能力 观人 世人 的能力 好 听诵无由人也 骗人可以择欲择 其有也于 游行我也行 还有其他人也行 不是很多人都能行 很多人都不行 少数人行 我是少数行的那一种人之一 但是这不是我的理想 必也始无诵乎 这才是我的理想 如何可能 让天下无诵呢 百姓不诵呢 周易有一个诵卦 上三摇是管理者阶级 下三摇是地方百姓阶级 从初摇到第五摇 到第四摇都是不诵 不争诵 不争诵才是好的 但如何始无诵乎啊 各位同学 始无诵乎办法很多 始无诵乎办法很多 但是孔子想的办法 会是什么 你认为呢 孔子会怎么想 始无诵乎的办法 让孔子出招 他会出哪一招 除了教育 不会有别招 新诵可以啊 你先交一百万来 你就可以新诵 新诵就少了很多 对不对 新诵可以啊 要新诵的人呢 先打屁股打五十大板 那诵就立刻减少了 办法很多嘛 但是孔子的办法 永远是什么 教育 各位同学 读书 第一个要问为什么 第二个要问然后呢 不是一句话意思 白话意思知道了 你要问为什么 所以每次我问的问题 你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那跟我的答案一样 甚至比我的答案更好 就表示你真的理解了 然后问然后呢 的意思就是 那我怎么用这句话的道理 在你的日常生活上 这个经典就完全为你所用了 真的学会了 子章问证 居之无倦 行之以终 居之无倦 我在处理公家的事情的时候 我在办公的时候 怎么样 永远不会累 各位同学 有没有你很有兴趣做的事情 你认真矛起来干 过了吃饭的时间 你也不觉得饿这样 时间干很久了 你还是不想停下来 因为你还是乐在其中 人生有没有这种经验呢 必须要有这种经验 表示你这个人 有你自己人生的目标 如果你都没有这种经验 做什么事情 不会说很快乐的一直做 孔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 表示他真的乐在其中 人生必须要有这种事情 你才会居之无倦 所以那个人 让你居之无倦的事情 就是你人生的道路 你应该追求那个道路 追随那个道路 跟着自己心中的那个感觉去走 你会做出一番大事业的 居之无倦 行之以终 不懈怠 然后呢 老老实实把事情完成 认认真真把事情完成 这个就是从政 所以这还是什么 对什么 官员的自我要求 那我只是强调 为什么可以居之无倦 因为那件事情你喜欢 因为那是你的理想 为百姓服务 如果不是你的理想 有权有势 才是你的理想 当你做了大官以后 处理公家的事情 你绝对不会居之无倦 你绝对在那里考量厉害 你绝对荒代正事 重情玩乐 当你已经有了权威以后 因为你的目标就是玩乐 所以居之无倦 谈何容易 既是你的理想 也是你的乐趣 济康子问正 这一段就是什么 讲给君王听 其他绝大部分都是讲给什么 知识分子 做官的 当然济康子不是君王 但是他已经怎么样 权臣嘛 掌握了国家大臣 大权 孔子做官还是不做官 他一句话 所以掌握了那种统治权 孔子对于政者 政也 把政治的事情做好 其实就是端正自己的品格 就是这一件事 同一件事而已 子帅隐正 孰感不正 如果你自己做什么事情 正正当当 规规矩矩 直来直往 那别人 谁敢 不 规规矩矩的办公 规规矩矩的做事呢 所以这是对君王的要求 要求他什么呢 勤劳 幽默 勇敢 学问好 不 要求他什么 要有品德 所以 儒家 教育 而且是品德教育 最后的目标呢 是从政 是天下太平 儒家的框框 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还有很多 事情 在这个框框以外 儒者的性格 是做不来的 但还有很多事情 是必须要做的 所以其他的学派 有他们的价值 不是读了儒学 就儒学最好 其他都是错的 肯定不要这样子来 解读古代的经典 季康子换道 问于孔子 孔子对曰 苟子之不欲 虽赏之不切 孔子还是在干嘛 要求你自己要有德性 你自己典范 带头在上面 如果你自己可以做到 不那么贪得无厌 就不会让天下百姓 藉由满足你的欲望 而也满足了 他们自己的欲望 就是你欲望太多 搞得大家急急盈盈 都想要满足你的欲望 所以呢 就彼此争斗了起来 变成了盗贼 如果你喜欢钻石 人家送你钻石 你会很高兴 然后封他一个官座 天下人都想要送你钻石 问题是钻石很贵 怎么办呢 用偷的 钻石很少 怎么办呢 用抢的 抢到了钻石送给你就 有官做了 那天下人会不会做强盗呢 会 因为你喜欢钻石 因为你充满了欲望 因为你以欲望治国 满足你的欲望的人 就可以得到治国的权力 位置 所以人们纷纷 抢夺那个稀有资源 能够满足你的欲望的 那个稀有资源 所以天下人都为道 狗子之不欲 如果你对那个东西没兴趣 所以赏之不切 这样子 你就算给他 他也不会想要要 他会要自己的尊严 要自己的面子 如果官员拿着钻石来 巴结你 只会被你赤贺一顿 被你责骂 官员就不会想要有 有很多的钻石了 不用钱白送给他 他兴趣也不大了 更何况去抢夺 去偷窃 结果还是什么 对君王的品格的要求 孟子要求君王要行人证 爱百姓 孔子在告诉君王 你自己必须有品德 季康子问证于孔子 这是少数几段 以君王等级的人物为对象 讲的对于君王要讲的话 有没有在教君王 御下之术呢 有没有 没有 御下之术是法家在讲的 我怎么管你 会让你乖乖的听话 譬如说武侠小说里面 我就给你吃一种药 你每年就得回来向我报告 我叫你做事 有没有做好 如果做好了 我就给你吃解药 如果没做好 我就不给你解药 你就独发而死 这样部下就会怎样 乖乖听话 这叫做御下之术 孔子没有给君王任何这种 御下之术 都是什么 自我要求 德性教育 的话 如杀无道 你救有道 何如 各位同学 杀无道 救有道 这个就是君子应该做的事情 这句话本身是对的 但是孔子对于君王的回答是 子为政 应用杀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以德治国 为政以德 譬如北城 居其所而众心拱之 天下百姓就会怎么样 由此且格 所以就怎么样 不会为道 所以你想的是 把坏蛋杀掉 让好蛋出头 我想的是 你自己有品德 并且教化百姓 让百姓都有品德 这个世界就没有坏蛋 我想的是这个事 你想的是把坏蛋杀掉 让好蛋出头 可是各位同学 一个国君有没有必要把坏蛋杀掉 让好蛋出头呢 绝对有必要 你不做这件事情 别人也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这就是最高统治者的权力 最终人事权 最终法律权 你必须固守 是非黑白对错 的阵线 无道要杀 有道呢 要让他能够做大官 天下就太平了 所以法家看到问题 坏人太坏 把他杀了 儒家看到问题 人怎么老干坏事 就教他 不能干坏事 要干好事 所以从教育之路 以及从刑罚之路 大家我们后面就会读到 教育会产生效果 三十年一百年 那你能够让坏蛋继续执政三十年吗 不到三年 说不定三个月 敌军就攻进来 全国没有人愿意去阻挡敌军 优秀的军官将领 早就被你砍杀光了 因为你认为他会犯上作乱 没有人能够帮你抵御外伍 一下国家就灭亡了 哪需要一百年 儒者在教育 改良善良的风俗 三十年一百年 儒者绝对有把握 子路啊 谁啊讲的那个 三年 是政治初步稳定 至于人性的改变 三年是不够的 局面的稳定 三年是够的 人性的改变 三年是不够的 所以想要改变 无道者的人性 想要改变社会上 无道者的人性 让他们都变成有道者 要三十年 那他们现在就在位了 百姓日子怎么办 当然是杀无道 以救有道 所以 季刚子 本管他人怎么样 这句话 没有那么大的错误 孔子是说 你做君王 你还不是我 只是个小小的知识分子 只能教几个 傻傻地 跟随我读书的学生 你是君王 你能够在天下 施行教化 干嘛用杀的方式呢 子欲善 民善以 君子智德风 小人智德草 草上之风 闭言 大家都跟你学 狗子之不欲 虽赏之不切 子帅以正 孰能不正 所以 孔子连君王 都在干嘛 德性教育 我这边讲说 这个 所以儒家是 打底的工程 违法的时候 该杀就要杀 但儒家重视教育 重视教化 校替中心 所以他们是 打底的工程 这个 全面 提升国民素质的 教育工程 在这个意义上 任何时代 我们都要讲究如学 季康子想的是管理 杀无道 你就有道 是对的 我们要这样理解 孔子这样讲 也没有说 这句话是不对的 只是你何必用这一招 你还有更好的 那各位 是不是更好呢 我必须说 到你面对 江阳大道的时候 你能不把他逮捕起来吗 他犯了杀人罪 十二不赦之罪 你能不治他死刑吗 你还是得治他死刑 所以杀无道 以救有道 这句话没有什么不对 但你要追求长治久安 你要重视教育 只不过 教育是三十年 才能够完全有成的 还有一点就是 杀无道 以救有道 民心会归附 这一点也很重要 你总是让坏蛋 在上位 那么 歹性呢 就对你 不服 对你的领导 统治就不服了 只如问施政 所以我们讲 治国这一章呢 都是如何从政 现在又是什么 大臣的 自我修养的原则 前面几条是什么 君王等级的人 自我修养的人 但都是什么 德性主义 先知 劳之 先好好的 善待人民 给他们好的公共政策 然后呢 再叫他们服 公家的劳役 先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然后再叫他们 尽义务 尽一个国民的义务 这样就能够 把百姓 带领好了 那再进一步呢 无倦 前面已经讲了 这个无倦 这样子 那我刚刚就强调 你的理想 你的爱好 你才有办法 无倦 所以如果服务 不是你的理想 你也别去做大官 否则怎么样 你一定是什么 懈怠 甚至会损人力 纵公为记事宅 跟老师谈 政治管理 正式的治理 先有私 有私是做官的 自己先带头做 事情自己先来 设小过 不是恶意的 不是惯性的 不是重大的 恶事 以宽容为原则 设小过 举贤财 有能力的人呢 一定要拔足 各位同学 如果你不是很有能力的人 你根本就不知道 谁有能力 如果你不是很有能力的人 你根本就容不下 别人有能力 明白吗 举贤人 哪有那么容易 就是不容易 贤人有几个 既有能力 又懂事 又有礼貌 常常是非常有能力 但是在某些地方 差了一点点 跟你相处呢 就让你很累 但你还是要把着他 孔子这个人好相处吗 望之俨然 急之也温 听其言也利 首先望之俨然 你跟他相处 你就有点怕怕的 急之也温 但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从来不会对你 急言利涩 你是很放心 很安全 但你不要问他正事 你一旦问他正事 听其言也利 他从来不会乱说话 你不要问他 你觉得我的 国家管理的好不好 你只要问他 他一定跟你说 我觉得你哪里做的不够好 听其言也利 不是来捧你的 不是来抱你大腿的 不是来跟你要官位做的 虽然他希望 你给他一个官位 所以孔子都不好相处 举贤财 孔子周游列国 有没有被举啊 除了他老家鲁国人以外 那几个他瞧不上眼的 杨霍 季康子这些人以外 没有人要用他 这好像宋国吧 好像国君稍有用他的意思 环奎宋国的一个全臣 就派兵到路上 要拦截 截杀孔子 怕孔子真的被严请去做官了 那也就是宋国国君 稍微动了念头 其他国的国君呢 根本念头动都没动 针对孔子做官 周游列国 拜见这个国君这件事情 在韩非子的书里面 还有好几段太有趣的故事 举贤财是不容易的 焉之贤财而举之 众公问了这个问题 各位同学 针对这个问题的理论性的答案 人物质这本书 写得清清楚楚 我们可以好好读那本书 网络上可以搜寻到 我讲人物质的一些 视频跟音频 那我们老子书院也有我讲人物质的视频跟音频 更完整一些 研之贤财而举之 众公问的这个问题 很正常 各位同学 正常的问题 是个问题 不够好 要怎么样问问题呢 现在有两个人 一个人是哪方面的优点 哪方面的缺点 另外一个人哪方面的优点 哪方面的缺点 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老师我很难取舍 你这样问了 老师就再跟你问一下 你再回答了一下 就掌握清楚 老师给你做一个建议 这种问题比较好 焉之贤财而举之 你是要老师写一篇博士论文给你 是不是 明白吗 大哉问 你也不要问说 古代齐国的首都在哪里 古代秦国的首都在 老师 古代秦国的首都在哪里 那你上网查一下 不就知道了 我读了三十年的书 难道是来回答你 这种问题的吗 所以不要问这种 泛而无当的问题 你大脑都没想过 闪过一下的问题 你要大脑想过 然后想到那里 你想不通了 提出来 老师思辨能力比你强 帮你想通 这问题会更棒 所以众公问了这个问题 孔子高不高兴呢 不太高兴的 焉之贤财而举之 你首先要 有这个胸襟 愿意举贤财 然后你就要用心 去看贤财 看到了就拔足 你现在看到了一个贤财 你看到他的一些优点 但你又看到了一些缺点 你有一个工作等着他做 你很难下判断 会有两三个工作 哪一个比较适合他 你正在犹豫 下不了决心 你这时候去请教老师 老师比你有智慧 能够帮你判断 再问你一些具体的情况 就能够给你最准确的答案 你这样问老师 老师就会来劫 就是他有用武之地 问这种问题 老师没有用武之地 既而所知 而所不知人其舍诸 在众公的脑袋里面 难道没有已经有几位贤财了吗 明白吗 肯定有 所以众公你自己就知道 谁是贤财了 你知道他是贤财 你就先把他用了 你不知道他是贤财 你就研究他是不是贤财 经过你研究了以后 你还没办法判断 这个时候你来问我 我帮你解决 各位人明白吗 这样才有用 这才是对老师的礼貌 居而所知 你已经知道了 你先去做 王阳明就常常这样回答弟子 你知道是对的事情 你不去做 你要去研究那一些 你还不知道的事情 然后你说先知后行 王阳明气死了 一堆你知道 已经知道是对的事情 你都没有去做 所以王阳明说什么 知行合一 为什么老师不太高兴 知而所知而所不知 人其舍出 人家会推荐给你 那时候你再来判断 判断不来你再来问我 这个时候我一定帮你 在你能力范围内的事情 你没做好 你都没去做 那你要来问我 要找我帮忙 那我就觉得意义不大了 子录曰 魏军带子而为政 子将西先 这个魏国 发生了一件事情 老爸跟儿子在抢作国军 先知儿子做了国军 后来又老爸做了国军 但儿子做国军的时候 名不正言不顺 老爸做国军的时候 也是透过战争 名不正言不顺 所以学生就 问了老师一个 很尖锐的问题 如果他们想要请你 主政 做很大的官 那你要先从 哪一部分的改革 做起义 老师说 必也正名乎 子录说 你这个老糊涂蛋 我们好不容易 在魏国落脚 有官做 魏国最不行的就是 国军就位 名不正言不顺 因为竟然儿子跟老爸 在争国军做 老师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哪壶不开 提哪壶 你是不是纯心不想 让我们这些学生 有官做 有事在 子之欲也 稀奇症 你干嘛去管人家 做国军 做的对不对的问题 各位同学 其实 儒者是不管 谁做国军的 他只管 国军做的 好不好 儒者不会去 介入 孔孟的性格 儒者不会去介入 谁做国军 这件事情 这是统治者阶级的事情 至少孔孟的性格 是这样子 但是 国军做国军 他做的是否名正言顺 儒者是会有意见 如果全臣弑君 就任新军 孔子是会批评的 催子 士其军 其国就发生 士军的事情 按照过去 古理 周天子必须 率兵 攻打 士军的乱城 要不就指定 其他的诸侯国 派兵 攻打他 把他拉下来 辅佐原来的国军 的子职 去就任新军 这个事情要有人 通报给周天子 所以对孔子而言 他就在鲁国 跟国军讲 其国发生了这种 大逆不道的事情 鲁国国军说 鲁国的权力不在我的手上 你跟我讲的也没有用 你去跟那个三环讲 跟济世讲 跟他们讲才会有用 因为兵权什么 都在他们手上 我现在整天听唱歌 看美女跳舞 我是个昏君 孔子就信信然 摸着头 抓着头皮 硬着头皮 去跟三环讲 济世讲 讲的一样没用 但是他认为要讲 表示什么 齐国的国军 就位 名不正 言不顺 不正当的方式 夺来的天下 魏国的国军 也类似同样的情况 但是子路认为 人家 哪里犯忌讳 你就不要去犯人家的忌讳 这等于捅了马蜂窝 否则的话呢 那我们也在卫国不要混 所以就说老师 你太淤了 孔子就说 也哉有也 你这样是不是太 你这样是不是太无礼了 君子于其所不知 该却如也 子路啊 这件事情 事关重大 你有所不知 因为这个民不正 言不顺 魏国自私以下 所有的政治 都不会妥当 会有永不间断的 太多的纷争 一乱 将会乱很久 所以呢 他们必须要 名正言顺 这个名正言顺 如何个名正言顺法呢 各位同学 中国历史上 有另外一位哲学家 提出了一套办法 解决了这个问题 终于名正言顺 这个人就是亡羊民 替魏国的 父子夺 王位的事情 想出了一套解套的办法 简单的讲就是 儿子就任国君 老爸从国外回来 儿子知道老爸从国外回来 自动让位 老爸回来以后 看到儿子这么乖 那没关系 你做得好 那你做好了 不行不行 老爸你一定要做 老爸说 哦好了 没有关系 你做你做吧 儿子说 不行不行 老爸你一定要做 老爸说 算了算了 你做我走了 我走了 儿子说 不行老爸 我要跟你走 大家说 儿子你不行 你不行走 你要留来这边 继续做国君 最后儿子就做了国君 这样叫做 名正言顺 这样明白吗 互相礼让一番 而且是真的礼让 哪时候对方一松口 吃了就吃了 但是他真心礼让 所以孔子在前面 很多次弟子讲话 先礼让 表示你是真诚的 就会认真的肯定 所以这个问题呢 王阳明解决了 但是魏国并不是这样解决的 父子兵戎相见 所以很难看 所以孔子说 名不胜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 则礼乐不兴 我后面的事情 没办法讲了 礼乐不兴 则刑罚不重 人家因为这件事情 不服气 而做出的 失当的事情 究竟你要不要判他刑罚 判也不是 不判也不是 刑罚不重 则民无所措手足 故君子明知必可言 言知必可行 君子于其言 无所狗而已 也就是说 我是什么位 我一定可以 正大光明地 主张我的位子 这是我的位子 就应该是我的 这不是我的位子 就不是我的 我做事情才能够 顺顺当当的 而子录你 我的学生 你讲这个话 难道我们是为了 只是为了 抱掌权者的大腿 求一个 道梁谋的吗 当然不是 所以你看 儒者既要做官 又不做官 进退之间 建立了什么 国君 大臣 官员 角色扮演的 正确的逻辑 就是这个逻辑 虽然大家都没做到 做不到百分之百 两千年 不断地读这个书 不断地落实 这个价值 的原则 这就是让中华民族 可以建立起来的 关键的原因 好 治国暂时讲到这里 哦 哦 谢谢大家